在科幻小说《三体》中,空灵画师送给公主一把雨伞 但这把伞不能固定,只能靠不停地旋转才能维持展开的状态 转得太快了,就会有风铃声作为警告 转得太慢了,也会有夜音叫声来提醒 这令人想到了蒸汽机上的离心调竖器 它上边一般有两个或四个小球 小球上面的连杆能够带动一个套筒上下运动 而套筒又可以通过连杆机构带动蒸汽阀门的开合 在蒸汽的驱动下,轴会开始旋转 小球也会跟着旋转,并因此受到向外的离心力 离心力和杆劲的拉力会使得小球向外展开并往上抬升 进而带动一个套筒运动 而套筒又通过一些杆键控制蒸汽阀门 使得蒸汽流量变小 蒸汽流量变小,又使得调竖器的转速变慢 小球的离心力也随之变小 小球这样也就往下降 下降的同时又会带动套筒控制阀门 使蒸汽的流量增大 通过这样的调节 转速会自动维持在一个恒定的指附近 这就是离心调速器的基本原理 这就是离心调速器的转速器的转速器